前線獨家教學 長期鎖定前線百分百的觀眾朋友 一定常常聽到前線專家 告訴大家說 這檔正乖離過大超漲了 不要再追了 因為隨時可能修正 這檔負乖離過大 如果你現在套了的話 也不用賣了 因為很可能隨時有可能反彈 但是怎麼判斷 到底這正乖離夠不夠大 怎麼樣用正乖離負乖離 來判斷一個超漲超跌的個股 玉衡我們請您上台了 我們先解讀一下 乖離率的定義 乖離率的定義 其實就是跟均線的距離 簡單來講 均線的距離的話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均線 那我們這邊 大家有時候常常會用的是 五日均線 或是月線 或是季線 或是半年線 然後當然 越長的均線 他的規律可能就會是越大 如果以五日均線來做舉例的話 那一般這種大型股 比如說像台積電 紅海這種 大概有個五個percent的規律 可能就蠻大了 可是如果是標股的話 那可能動不動 就有到十個percent以上 所以規律 他是什麼意思 他其實就是偏離值 這個英文就偏離值 表示股價跟移動平均線之間的 這個偏離的程度 所以股價是不是 如果他他跟均線拉很開的時候 那他會不會做均值回歸 比如說去往均線做靠攏 其實是有兩種 均值回歸的方式 有一種是股價停在這邊 然後等均線上來 就是要以盤代跌 比如說股價在這邊 然後現在五日均線在這邊 那他是不是就向股價靠攏 對 他去往股價靠攏 在這邊做一個盤整好幾天 五日均線慢慢上來之後 他可能再去做一個表態方向 第二種方式我們換一個藍色 這是均線向股價來靠攏 第二種是均線在這邊 股價在這邊 股價往下修正 去往均線靠攏 所以他會往哪一種靠攏 其實並不一定 但是一般來說 一個股價他通常都會有一些特性 就是說他可能在這段時間 可能乖離率到五個percent 可能就上不去了 大家就可以想在那邊 去做個獲利了結 下車 所以第一個 我們乖離率表示股價 跟移動平均線之間偏離程度 那我們講說正乖離或負乖離 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下面他的公式 乖離率就是股價去減 不管是要用幾十天的移動平均價 然後最後再除允的移動平均價 所以如果股價跟移動平均價 是一樣的話 剛好就回到那個均線上面 乖離率就是零 那再來就是我們講正乖離還是負乖離 假設這條是均線的話 只要股價在均線的上方 就叫正乖離率 只要在股價在均線的下方 就叫負乖離率 所以我們的應用方式 跟一般人大家所熟知的 乖離率就是偏離過大的時候 我就去做反向的 或是這邊就不要再去追高 我們比較應用方式順著一下 他的市區做一個操作 就是如果他是一個多頭趨勢裡面 那當然多頭趨勢的話 股價一直往上走 所以一定是正乖離 對不對 那你就正乖離轉負的時候 去找買點 代表什麼代表股價重新回落到均線 附近的時候 然後就是起漲的時候 那從這個地方去做介入 多頭趨勢 趨勢還是往多 但是他的正乖離轉負了 代表他的一個漲幅收斂了 所以這時候找買點 對事實上你如果用一個 大家很常在前線聽到的表達方式 就是回撤五日均線有手 你就可以重新介入 那在空頭趨勢裡面一樣 就是負乖離由負乖離率 因為是空頭趨勢 所以他一定是在均線的下方 對不對 負乖離由負轉正 那代表什麼 他代表開始反彈 反彈到均線附近 過不去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在那個地方 去找空點或找賣點 那第三個就是乖離過大的時候 你可以去找出場的機會 就是正乖離過大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不是讓你去做空單進場 大部分的時候 這種時候是讓你去做多單出場的時候 所以乖離率過大的時候 找出場的機會 不是叫你去空它 對 是叫你有賺的話 先入獲利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不去空它呢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 乖離的收斂有兩種方式 有一種是股價在這邊不動 然後均線慢慢往上 你要空它的話 其實你希望是第二點 就均線不動 股價從這邊掉下來 但有可能是這個 所以你這邊空 可能均線好幾天都停在這邊 都不動 然後過一陣子又往上過高 那你就被就被嘎到了 所以如果它是多頭趨勢 我通常建議 如果乖離過大 你找出場機會 還是多頭趨勢裡面去找 買點比較好 所以我們來找 來用個股期貨 來給大家做一個舉例 那既然是做個股期 我們當然就五均就好了 不要做什麼長期的 二十均六十均 我們就不太需要 我們用今年剛好有多頭 然後又有空頭長龍行 起來給大家做一個解釋 在今年的七月以前 可以看到左邊大概是多頭 然後到大概七月以後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關鍵的K棒 就是多空的形式逆轉之後 這邊就通通都是空頭了 好那下面是它的這個乖離率 這乖離我們平常自己的 那個下單系統的話 都可以設嗎 都可以設 那通常下單系統 有時候會給你三個參數 可以設 就是你可以有三條均線 通常都是五十二十 如果你通通都把它設成五的話 就是我只想看五均的這個乖離率 我可以像去做一個簡化 不然三條均線 有時候就眼花撩亂 好那以長龍行 其實這一檔來看 我們這藍色就是它的乖離率 那把中間的零軸 用實體線把它畫出來 你這個是設五日均線嗎 對 五日均線的乖離率 零軸就是回歸到 它五日均線的位置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七月以前 它這個在零軸附近往上的時候 大概都到上面這條虛線就過不去了 然後我們看上面這條虛線 其實大概就是在六個percent左右 所以這就是正乖離六趴 對 正乖離六趴 我們就看到它的多頭走勢 到正乖離六趴左右的時候 就會開始去做休息 我們看正乖離六趴的時候 大概在這裡 或是在這邊對上 大概在這邊或是在這邊 也就是它稍微漲到六個percent的時候 就休息 就有人想要下車 但不見得它休息就會跌 我們看在這邊六個percent 後面也沒有跌 繼續往上走 它只是沒有大漲而已 變慢慢漲 但是均線就被它往上拉 所以是有收斂沒有錯 所以在這邊去放空 它其實並不好 反而是要去等它回歸到均值的時候 再去做操作 那它什麼時候回歸到均值 我們看這個曲線的框框 就是我們觀察它慣性的時候 我們剛才前面講多頭的趨勢的時候 它回歸到零軸附近的時候 再重新往上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偏多的操作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就有一些機會 我們看它到六個percent的正乖離之後 它有一個修正 然後修正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之後 就是跌破零軸 然後往下之後再重新回來 所以乖離率由負轉正的時候 就是找買點 找買點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去做一個進場 那這個地方進場的話 大家都想 那我什麼時候出場對不對 那一樣前面在六個percent的時候 就是一個出場 經驗告訴你 大概六趴就緊繃了 所以你在這邊進場之後 漲到六個percent左右的 關於率率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除掉 大概就會在這個位置的附近 比如說後來剛才也符合 在這個位置附近 剛好就是那一波的一個最高點的位置 但是可能剛好是運氣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進場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 你要你的出場的位置 大概預設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挺力 那如果我們實際上在這邊的收盤價近 這邊收盤價出的話 多的位置在36.3 那出的位置在39.75 大概就有3.45 其實大概也將近快要十個percent左右 四個交易十趴 對你就可以抓到這種很短線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波段 那七月以後這邊就有多轉空了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當它是一個空投趨勢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乖離率 好像就不太容易占到零軸之上 所以大多是在零軸之下 對 我們觀察它大多在零軸之下 而且到零軸之上之後 沒多久又會掉下來 那掉下來的極端值大概落在哪裡 極端值可以發現 大概是-4%左右就會有出現 就是反彈的一個跡象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從零軸到-4% 可能就是我們預計的 可以放空獲利的一個位置 所以假設我們這邊再來 可以看到它又回到零軸以上 前面是我們觀察的地方 這邊看到回到零軸以上又掉下來 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如果我們這邊進去做放空的話 它很快它就到4%左右 那就到我們停歷的一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去做出廠離開 那這樣的話其實也是大概四天 三天四天 其實就有還不錯的一個報酬 來到最近這幾天 你會發現空投的趨勢 其實就沒有這麼明顯了 因為它沒有在持續的 就是它的樣子跟前面這一段就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這邊它能夠這樣子上去 乖離率開始去往 看有沒有機會再走一波 去往正六個%的這個地方去走的話 那就代表說 這一段時間的空投趨勢就已經結束 長榮航我們可以揣摩看看 我們再來舉例 來台積電 我們用大家最熟悉的台積電來去看 台積電它是一個大型股 所以你看它的乖離率的極端值 這一段時間來正三到負二 差不多就是一個極端值 所以我們觀察 比如說在多頭走勢 那段時間的時候 到正三的至上 其實就很容易掉下來 正三就很容易掉下來 那在下面部分 其實就到不了伏二 大概零軸很快就往上去 所以它後來有在到零軸以下的時候 你就要把握買進切入的時機點 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之前在零軸以下的時候 像這樣子或是在這個位置 都是在零軸以下 都是好的切入 對 所以我們找到這樣 前面觀察它的慣性 後面開始進場之後 那一樣我們再零軸以下進場 那我們什麼時候出場 就在上面 它怪力率打到上面這個虛線 也就是3%以上的時候 你就去做出場 如果這一波 大概從5月中旬 然後到6月中旬 按照這樣的節奏 可以做好幾波 對 所以其實怪力率是一個 我覺得在短線上 蠻好用的東西 所以從這邊進 然後這邊出的話 剛好你又出在一個 相對是一個 剛好就是這次的最高點 後面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後面就很少再去碰到這個三個percent的極端值 就在這個位置有 所以如果我們在後面這段時間 就是你會發現跟剛才長榮航很像 就是零軸附近就不太容易站得上去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 如果你考慮要做空的話 就會考慮在三個percent的這個極端值這邊去做放空 然後他回到零軸 或是到-2%附近的時候 去把它補掉 所以以台積電來講 他就沒有像長榮航的波動這麼大 對他來講 三個percent的乖離率就是大了 OK好 就是台積電 來再舉一檔 最後我們來看就是廣達 廣達 大家也是在AI這邊算是其中一個指標股 今天是股期的第一名 今天最明顯你看從八月剖開來 八月之前都在零軸之上 對所以你就很好做 他只要回到零軸你就進去做多 然後往上漲在前面這段時間 還沒有到這麼高 大家在這裡 這個大家往上是10個percent 後面這幾個是有碰到10個percent的 所以你在前面可能落在七八個percent 就是一個你可以獲利出場的一個時間點 後面的你就甚至你可以在零軸回上來之後 可以爆到10個percent是有機會 如果按照這樣的節奏做 你看從六月底到八月 這幾波做得多開心啊 對所以我們跟他五月起漲了 這個多少其實乖離率只要回到零 他就是買一點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看前線 大家所知道回到五日均線買 這件事情確實是在一個趨勢進行之中 是很合理的一個操作方式 但是到七到九月這邊 就是從從這個八月之後 就變成比較盤整一點點 那我們發現說他的波動就沒有像剛才 很明顯多天空 他反而是在下面-10個percent 上面-10個percent附進去刷來刷去 所以後面這段時間 你要找操作的機會的話呢 就沒有這麼好找 但是一樣你如果是在極端值這邊去做 反向的操作的話 其實還是有蠻多這種區間操作的一個機會 所以比較精準的是除了零軸之外 極端值 極端值精準度會比較好 去抓出他的一個操作的慣性 每一支股票都不太一樣 那其實像我們用五日的這個 規律去做的話 就像那四五個交易日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小小的 我們回到長榮航那張自考 最後我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利用這個 規律律來做短線的操作 會不會有失靈的時候 以及在利用所謂的 規律律操作的時候 比較多人的盲點 可能有哪一些 比較多人盲點就是想要去做 逆勢的操作 我就覺得漲太多了 放空他就想要放空他 那就像我剛才所說 他最容易失靈的就是他的規律律 有在收斂 但事實上股價沒有跌 因為他在這邊不動 然後均線是往上靠攏 那你在這邊放空 有時候就會被會被嘎到 第二種就是 他股價是比較偏向橫盤整理 他會在像我們剛才翻到廣閘這裡 看一下廣閘很焦濁的那種 就是在後面這邊 在這段時間 其實你看不太出來 他是多還是空 其實是稍微偏空一點點 就他每次翻到零軸上面 就一下下就會掉下來 翻上去一下就會掉下來 但是事實上你在操作的時候 會沒有這麼好操作 就他可能漲上去的時候 是一個大紅K上去 然後沒多久又吞噬又掉下來 然後在後面這邊的時候 你可能就覺得 所有均線都在上面 你要放空了 事實上他又破底之後 又再拉起來 所以在操作的難度上面 像這樣子的 頻繁的在零軸附近 上上下下的時候 操作難度會比較高 OK 所以我們盡量要做的話 就找那些極端值比較大一點點的 當然他這樣子價差就比較大 了解 好 謝謝玉衡 請先回座了 今天這題看起來好像蠻簡單的 你手中有的股票或目前列入口袋名單的 趕快拿出來揣摩一下 休息一下 下一段節目 喝口水進段廣告 我們要聽可可老師上課了 記得嗎 可老師之前說台股什麼時候轉牆四個訊號 一個台積電 第二個台幣 第三個量能 第三個關股的態度 最近好像這四個相當重要的指標 都開始有一些些變化了 何時轉牆 休息一下 可可老師告訴您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